據《華爾街日報》報導,美國主俄羅斯大使星期一在莫斯坊探望被監禁的《華爾街日報》記者格森科維奇 這是這位外交官至三個月前,該名記者因間諜指控被捕以來第二次跟他見面。他否認何方這個指控? 《華爾街日報》報導,並有詳述介紹特略西大使和格森科維奇會面的情況 特略西最後一次見到格森科維奇是4月,他是3月20日跑去被逮捕。 當時俄羅斯指控他在前往俄羅斯葉卡哲林寶市進行報導時,試騰獲取軍事機密。 上個月,一名法官拒絕這位31歲的美國記者在等待審判期間場莫斯坊監獄釋放的申請,特略西指責俄羅斯進行人質外交。 多年來,俄羅斯一直同意與美國進行觸目的審判交換。 兩國最近一次行動是在去年被交換的因為是毒品指控被判刑的 美國職業男球明星格里納,已是被定罪的俄羅斯軍火返運者到達。 但莫斯科方面表示,在對格森科維奇的指控作出判決之前, 不會就他的案件進行任何的交換,但審判日期還沒有確定。 很期待。 對格森科維奇的指控被判決定。 感谢观看